伊朗总统莱西以及外长阿布图拉西洋坠机遇难后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27号第一次举行新闻发布会 卡纳尼表示这起不幸事件不会影响到伊朗与美国的间接谈判 也不会影响伊朗的外交政策 当天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的会场 布置了一顾总统莱西和外长阿布图拉西洋的照片和花圈 卡纳尼在美洲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缅怀遇难者 他表示伊朗收到330多个国家元首欢迎发来的宴殿 他将这些国家表示感谢 卡纳尼说与美国就解除制裁举行的经济谈判 一直在进行中并没有因此出现间断 这一朵媒体报道前最高国家安全委員会秘书 沙姆哈尼被任命为主管和谈事务 对此 卡纳尼不予制裁 这些国家安全委員会秘书 这些国家安全委員会秘书 印法德三国提出的对伊朗的制裁决议 对此 卡纳尼警告 这将无助于伊朗与国际联系的结构 这些国家安全委員会秘书 支持巴勒散民众的抵抗运动 是伊朗的外交原则之一 不会有任何停顿和改变 卡纳尼表示 欢迎沙特王储访问 但是此时并不是最佳时机 有可能在新的总统选举之后 才会确定行程 此外 关于沙姆哈尼接管核事务的传闻 现在还不能证实 但是一旦证实 这表明伊朗的核谈机制将出现重大调整 凤凰卫视 李维正凯木森 伊朗外交部报道 打开启吗